文字幕——YK 文字幕——YK 我是声乐老师范继红 今天呢我主要在这里想跟一些参加 想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如何去在比赛当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曲目 因为我呢原来在学校呢去当过老师 也参加过多次的这个招生的考试主考 我就发现很多去参加考试的学生呢 他们呢为了展示自己好像有很高的这个唱功 选择很大很大的作品唱 事实上主考老师呢 他从来不会去从你演唱作品的这个大小难易程度去衡量你 通常主考老师呢 他去一个是从你的音色 还有呢从你的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些可塑性 再一个他听你这个毛病是不是非常顽固的毛病 有多大的这个改 提高的这个空间 所以大家那个你要知道主考老师他侧重于什么方面 然后呢你从这个方面去选择 一定要让自己唱的不是很有压力的那样的歌曲 千万不要去这个选过于大过于难的作品 反倒可能对你呢会起不到一个好的作用 再一个呢我要给一些正在准备参加比赛的这些歌手呢 给他们一些建议 如果你是想参加比赛的歌手啊 大家呢一定要选择这个歌曲呢 一定要亮丽而行 扬长臂短 怎么扬长臂短呢 比方说我唱歌哎呀就那个高音 我就唱的总是觉得没有把握 那你就尽量选择那个高音不是特别多的那样的歌曲 千万不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如果说还有一些人呢 哎呀我就是唱歌有一些带异母音的字 我就觉得唱起来非常吃力 那你在选歌的时候呢 千万就不要选那种带异母音特别多的字的这样的歌曲 还有很多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气息啊 平时就不是特别的稳 那我可能要去参加比赛 我再紧张气息更不稳 那你尽量呢就不要选择那些歌曲太慢 歌词太少的歌曲 因为歌曲越慢 歌词越少 其实越考验你的唱功 还有呢大家选择歌曲的时候 尤其参加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气质和性格去选歌 有很多歌手比方他的气质呢就是非常的文弱 一看就是那种像知识分子气息比较浓的这样的歌手呢 你说你去唱个摇滚 就让人家感觉看起来呢不是那么的舒服 所以我在这里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你在选歌的时候 一定要考量自己的性格呀气质呀 你是不是能够把这首歌让人家从听视觉和听觉 看起来都非常的完美统一 总而言之呢 我从以上这几个方面呢 帮大家去分析怎么样去选择到适合你自己演唱的作品 欢迎订阅